字幕志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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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在生活 我是慧瑜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字是 太阳系的一个重要成员 从古到今更是满足了科学家 跟艺术家 还有文学家 历史学家 等等这些人的想象 那其實也包括大家啦 好 猜到了嗎 就是月亮的月 那月其實是一個象形字 而古人對於月亮跟太陽 地球等等這些星體的形貌 還不算是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所以他們只能靠著眼見為平 那所謂月有殷勤圓缺 所以厲害的是他們根據這個月的圓缺 竟然也算出一套精密的立法 而在造字方面又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一起來瞧瞧 好 首先看到的是月的甲骨文 那這個顯然就是一個弦月的形狀嘛 所以造字的邏輯是非常直接的 好 接著看到的也一樣是月的甲骨文 另外一種寫法在中間的裡面加上了一點 所以古人也有發現說 它的月球的表面不是完全平整的這件事情 好 那到了經文的時候 月的普遍的寫法都會在中間加上那個小點點 那形體跟甲骨文是差不多的 好 可是呢 在戰國時期的古文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呢 月跟肉 我們寫的那個肉部的那個肉 字形是接近的 所以說戰國的古文 常常在這個月的左下方 加上了一個小撇和肉字作為區別 好 到了小傳的時候 月的形體就繼承了甲骨文中 加上那個一點的那個字體 那中間沒有點的月字呢 後來就變成另外一個夕陽的夕了 月就是月亮月球 例如日月星辰 後來月球繞行地球一週 所需要的時間也稱作月 每十二個月為一年 那另外在古典詩詞當中 月也常常藉指為月光 例如唐代杜甫的夢里白詩中 就說了 落月滿屋涼 遊以照顏色 月在這裡就是指月光 而圓形像月亮的物品 也會加上月字 例如每年中秋節都會吃的月餅 那月當形容詞使用的時候 也有每個月的意思 像是月堪以及月星 接著快速看一下基本資料 月 四聲月 月的本身就是步手囉 所以月就是月步 那總共是四話 月的筆順很簡單 一起來寫一次吧 簡體字寫法跟正體字相同 漢語拼音讀作月 那想必有許多人 對於這個月亮特別的有感覺 不管你是看月亮思念家鄉 還是跟男女朋友遠距離戀愛喔 俗話說 月是故鄉民 水是故鄉田 這句話呢 一看就知道是在想家嗎 那在許多的古典詩詞當中呢 你就會發現想家跟思鄉的人喔 實在是有夠多不計其數 讓我們來看看 杜甫難得他所寫下的 帶有艷情色彩的淮鄉詩篇 帶來這一首月夜 今夜夫周月 歸中只讀看 搖臉小兒女 未解亦長安 香悟雲環詩 清暉玉碧寒 何時已虛晃 雙兆淚痕肝 在翻譯這首詩以前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背景喔 安史之亂爆發以後 杜甫他就西家帶眷逃到 福州這個地方去了 那後來唐宿宗就即位了 那杜甫要奔赴朝廷去當官 結果呢途中遇到一隻叛軍 就被押送到長安去 他跟家人就從此分隔兩地 那我們回來看看這首詩 今天晚上福州的月亮 歸中的妻子 大概正獨自寂寞的仰望著吧 心疼遠方的兒女 他們並不了解說 母親是如何思念流落在長安的父親 我想你獨自在月光下久利 病髮被露水沾濕 而白玉絲的手臂 想必也在清冷的月光中 微感良意 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跟你 以窗共賞月色呢 讓月光使我們不再流淚 意思就是說 他很想念他的夫人 感到很寂寞 而這個清冷的月光呢 更是加重了這種情緒 剛才我們提到月也可以 直接借代為月光 接著我們來看 同樣是杜甫寫的另外一首 五顏古詩夢裡白 詩中有兩句話說 落月滿屋樑 尤以照顏色 我們在生活中呢 都有聽過流星對不對 沒有聽過落月這種東西吧 那落月究竟是什麼樣的風景呢 在杜甫的詩裡面 他懷念他懷念 遠方那一位生死未捕的李白 在午夜夢迴的時候 忽然就看到滿屋子的月光 而月光呢 是否也同樣的照在李白那個 憔悴的容顏上面呢 好像可以看得見喔 於是呢 落月滿屋樑遊移照顏色 就成了描述友情的千古名句了 後來變成 落月巫樑這個成語 比喻真摯的友情 好 最後再來一首 也一樣是杜甫的 月夜易設地 也是因為暗時之亂 那杜甫他在想念他的幾個兄弟 樹谷斷人行 邊秋一雁生 路從今夜白 月是故鄉民 有地皆分散 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達 曠乃未休兵 樹樓上的庚古聲 隔斷了人們來往 邊賽的秋天 傳來故宴的鳴叫聲 從今天晚上開始 就進入了白鹿的節氣 月亮還是故鄉的最明亮 而我的兄弟都分散了 無從打聽他們的生死 既往洛陽城的家書 常常也不能送到 更何況 戰亂頻繁 從來沒有停止 以上的三首詩 一個是想家 一個是想朋友 一個是想他的兄弟 都是在表達著 我看著月亮 想念著遠方 但是呢 除了想念以外 難道看著月亮 就沒有別的聯想了嗎 當然不是喔 明月有時候也會勾起願念的喔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句話呢 我本將其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啊 我本來希望呢 可以把我的心意 託付給明月 無奈呢 這個明月卻不領情 把我的心意幹嘛 都照到水溝裡面去了 意思是說 我好心好意的對待你 你卻無動於衷 毫不領情 自己的真心真意 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跟尊重 所謂知我者為我心優 不知我者為我何求 了解我的人 就知道我正在心煩意亂 那不了解我的人呢 說我到底是為了什麼 想要什麼啊 這種有點誤解的狀況呢 相信很多人都遇過 很不舒服對不對 好看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和我一樣想起一首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情也真 我的愛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這一句話沒有問題 就是呢 我的真心真意 就跟月亮一樣的 皎洁透明 好注意一下 下一句就有點怪怪的喔 他說 我的情不移 我的愛不變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真心真意 跟月亮一樣不會改變耶 哇這樣子對嗎 這月亮不是一直在改變嗎 所以呢 下次有人對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先不要高興的太早 好啦 不鬧了 大家不要太嚴肅 所謂的月亮底下也有新鮮事嘛 所以我想到一個 關於月亮的成語跟動物有關 是說心語說 無國的水牛很怕熱 白天會因為太陽的熱情而深受旗鼓 因此呢有時候在晚上看見 高高掛在天際的明月的時候 這些水牛呢 就以為說是太陽已經出來了 氣溫又要升高了 所以就被嚇得氣喘吁吁的 那後來有一句成語 就從這段故事演變而來了 有驚弓之鳥的意思 這裡要考考大家了 這是哪一句成語呢 歡迎到粉絲團來留言喔 好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來自圓其說 請念軒帶來月下老人的故事 別走開喔